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酸 這個好一陣子沒見面啊 因為前陣子工作實在是太忙碌了 我發現我常常好像開場白也在講一樣的話 但是真的是真的啊 真的很忙碌 尤其是因為電商嘛 忙碌了一陣子 那想說剛好皇室戰爭呢 在最近有推出一個皇室戰棋的夏季更新 就想說順便來拍下影片 比較屬於個性化的裝飾就對了 但沒有實際太多的作用 而且你把一些自己喜歡常用的卡牌放上去呢 還會提早透露出自己的卡池 所以某種上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放一些比較數據面的東西 就比較不會被看出來說自己玩什麼卡 那我今天要來玩的是這個威猛礦工的鏡像套 那這一套呢 之前有玩一個類似的 然後這也是目前一個天梯頂端玩家 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卡組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看看吧 目前6300 然後我希望可以在天梯中呢 再爬上幾場 這個 轉速也是非常的 低 喔 酷 砰 好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 天梯下 好 沒問題 喔 一樣喔 一樣的套路 喔 然後這裡帶一個滾木 可能可以吃到蠻多東西的 喔 挖拳吃 呵 大家有看到那個 血跡嗎 我只看到一攤血跡 好 王主加油 哇 直接鑽到聖底了 這個可以直接炸掉 591 這場 算是蠻順利的拿下來 這套真的很靈活 但要玩得好呢 很不容易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速轉型礦工來玩 主要是速轉飛桶啦 因為 英雄無法速轉 但是 本身費用就偏低 然後再帶上一個 這個 鏡像跟英雄 就會 不論是鏡像飛桶 或是一般型的法術飛桶 出去都可以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來 飛桶 丟 可以唷 先別好了 會桶一下 再一次 嗯 鏡像飛桶打出去 還有這一波 快遞沒跟上 還可以 嗯 建築物或是 女皇 領著 啊 吃到一件 露了一隻 不敢 啊 我們要處理好 嗯 嗯 嗯 頂著 失敗 兩個 出 嗯 火箭全吃 稍微追一點 血量回來了 公主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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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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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也卡了一段時間 後來就是大概稍微掌握了一點 他的核心概念 反正抓對手法術出去的時間 飛桶比較能有效地輸出傷害 公主下的位置其實都還蠻重要的 就是用公主來偷他 層 還行好公主 撿 半邊走 水杯上有點浪費掉了 喔 沒尬 極限極限 然後因為手上還有個骷髏軍團 所以 好雪球 可惜我應該下在左邊的位置才能打出傷害 好 再來一次 再推一個 來公主 吃看看 欸 行 吧 八百滴 8百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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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需要 兩次火箭 可以 好 他這個 要被帶走啦 這個小 小滴有砸到 然後 這個木帶出去 那招腕也沒處理好 所以他剛剛這邊開到主塔 剛剛有波比較危險 還好這個成功守下來 他蠻好玩的 主要是要抓那個 炸彈技能的時機 哇 這個 一點傷害都沒有 旋風旋風 嗯 冰凍 好 火箭可能要留好 是 有 火箭可能要留很多 火箭上 火箭OK 不會 兩次火箭 在這裡 oh my god 這個冰凍可以喔 絕風 嘿嘿 賺賺賺 賺到三費 507 看看成不成敵 快點喔 完了 要被冰凍了吧 走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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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公主把電龍給吸過來了 不然的話應該會蠻 一鍵下去應該可以解掉才對 玩這個威猛礦工的卡組蠻有意思的 推薦給大家使用看看 鏡像的組合 飛桶可以轉速還蠻高 所以當對方的法術如果沒有很順暢的話 其實可以消耗到不少血量 然後也是目前天梯 算是一個很 很微超的卡組吧 所以如果想要練手術的話 這套我覺得蠻適合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,按讚,按讚,按讚,分享,分享 我是阿爪,我們再見啦,掰掰